好,各位棋友大家好 那这番棋是今天3月22号进行的春蓝杯比赛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只野虎丸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直接点3-3 然后走了一个定式 白棋新卫,黑棋小木 之后白棋小飞瓜,黑棋小尖,白棋拆 这个都是正常定式的走法 黑棋小飞手脚,白棋选择手脚 然后黑棋小尖,白棋尖冲 再往前跳一个 黑棋在下方打入 这样的话下方就成为主战场 之后白棋往左边靠住在一起 往上搬出 这个都是常规的定型 然后白棋往上飘一个 接下来黑棋直接往外出头的话 意义并不大 黑棋还是要先把这里的眼位撑出来 实战黑棋三路飞 但是还没有完全安定 不过这手棋对于白棋这个拆二 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实战白棋大飞挂脚 同时配合左边这两颗子 那这个地方 黑棋脚上这一块可以暂时脱先 以后白棋比方说往二路大飞 搜刮的话 黑棋补棋就可以了 而且往上方三路还可以跳出来 实战黑棋还是补了一手 先把脚空围住 也是非常实惠的一个下法 之后白棋拆边 这里因为白棋拆的间距比较远 所以说黑棋可以先把脚空围住 然后再选择打路 现在打路的话非常严厉 白棋右边这一块 以及下方这一块 现在都没有安定 而且黑棋脚上这块棋 完全不用担心 往外可以出头 往二路挡住就可以安定 白棋一手棋也封不住 往这儿照住的话 那白棋外面还是非常薄 黑棋连续冲两下 再往右边一穿 这里就可以把白棋分段 实战黑棋往左边一飞 那跑出这一块 那被白棋往二路飞 脚上的木属黑棋肯定是损失了 接下来黑棋飞压 再往前一尝 黑棋稍微厚实一些 这里白棋往上冲一个的话 虽然说会影响这里的厚薄 但是黑棋往右边一顶 白棋就比较头疼了 往右边长 下方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往左边长连回的话 那黑棋搬完之后再搬 把白棋封锁 白棋虽然说可以从右边冲出来 因为这里黑棋弃紧 还有断点 但是黑棋可以先补断 这样的话左边这一块就已经安定了 白棋冲断 黑棋再往右边一捧 这样的话黑棋两边同时安定 白棋冲断黑棋的话 意义就并不大了 这样下黑棋可以满意 实战白棋沾上 这里AI的建议还是黑棋往右边打入 跟刚才的思路差不多 虽然说白棋往这儿飞刺 这个是棋型的要点 但是黑棋也不用补断 直接在右边做活就可以了 旁边这两颗子完全可以看清 白棋上方这颗子还牵了一手棋 会被黑棋分断 这样下黑棋也不错 实战黑棋贴住 把左右两边连成一片 黑棋在右下方的定型 下的还是非常厚实 接下来白棋在右边补一手 白棋还是捞了不少空 不过右边以后黑棋还是有掏空的手段 可以往这儿碰一个 然后二路斑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不过现在不着急 还有价值更大的地方 实战黑棋小飞挂 然后白棋尖顶 黑棋长一个 接下来白棋往上方贴住 把这里的缺口补上 想要发展上方的潜力 黑棋挖沾 白棋补断 之后左上方的定型 有两个要点 一个就是左边二路立 黑棋立到这一下 那左边的空就全部围住了 白棋脚上还露着风 不过白棋可以在右边走一手 把上方的潜力撑出来 实战黑棋大飞 想要压缩白棋的潜力 那白棋就选择二路斑战 这两个要点 双方肯定都能走到一个 接下来黑棋靠下去 继续破空 白棋先手一尝 这里虽然说白棋靠出 可以分段黑棋 但是黑棋也不用担心 可以往左边虎一个补断 把这里的空围住 上方这三颗子的处境 也并不是非常危险 实战白棋直接切断 因为这里白棋针子有力 黑棋往旁边夹一个 是想在这里引针 这里AI的建议是白棋沾上 然后再往左边补齐 这样的话虽然说 还是会被黑棋封锁 但是白棋的眼位非常丰富 可以原地做活 实战白棋直接往左边贴住 被黑棋往这双打吃 那白棋这个眼位就差了很多 接下来白棋往前一顶 这个立方也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先手 黑棋可以先往而陆立 继续压缩白棋的眼位 白棋往左边补齐的话 黑棋再往这里补齐也来得及 这样的话白棋大龙还是不活 实战黑棋还是跟着走 把这里全部补后 白棋拆二要求连回 黑棋阻度 接下来白棋小飞 之后黑棋往前一冲 然后二路立 这手棋价值非常大 之后白棋贴住 黑棋再往上贴住 这里黑棋可以选择冲一个 然后往上单并一手 这样的话白棋就跑不出来了 只能选择原地做活 以后黑棋还有些搜刮 实战黑棋往上贴住 然后白棋补一手 黑棋顶住 白棋打吃完之后 往上跳一个 这里白棋其实也可以选择原地做活 黑棋搬住 然后白棋挡下去 可能白棋是考虑到 这里被黑棋封住的话 黑棋再往左边一搬 这里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力 以后可以把中间这里的潜力撑出来 所以说实战白棋选择跳出 不想让黑棋简单成空 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 这块大龙现在不活 黑棋往上照一个 白棋要是往右边冲的话 黑棋这里都可以防得住 而且顺势可以把上方这三颗子连回 实战白棋往上连续冲 然后再往左边一飞 黑棋也可以直接寻求联络 而且往这儿大跳的话 还会威胁到白棋上方这一块 白棋补棋的话 黑棋再往右边一飞 这里白棋的问题就比较多 右边还要继续补棋 黑棋可以顺势在上方捞空 白棋局部还是不活 实战黑棋二路搬完之后再一虎 这样黑棋的眼位就会好很多 但是这里的联络可能会出现问题 接下来白棋小尖 黑棋再往前大跳 白棋补一手的话 就是比较看重外侧的发展 实战白棋三路飞搜根 黑棋一路搬 然后再往左边一搬 这里白棋如果说直接反搬 想要封锁黑棋的话 还是比较勉强 因为左边这块棋气比较紧 然后以后中间的联络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实战白棋断打 提掉 黑棋直接沾上 这里黑棋还是有些着急了 可以先在上方动手 这里黑棋有一些先手权力 小尖连回 然后白棋虎一个 黑棋再往旁边一虎 白棋冲完之后贴住 黑棋点次 这样的话白棋就比较重了 然后再选择沾上 这样的话白棋大龙还要继续在左下方补齐 这样定型明显要比实战好很多 实战黑棋单沾 白棋小尖 黑棋扳住 再往前一长 白棋团住 黑棋往上冲完之后贴住 然后白棋沾上不断 黑棋团住先手 瞄着上方断点 白棋提掉 黑棋断打 白棋沾 然后黑棋再往旁边一虎不断 那黑棋上方这一块 棋还是比较紧 中间这里也牵了一手棋 实战白棋在下方补活 挡住 之后黑棋在中间补一手 把这里全部连成一片 AI的建议是 黑棋先在脚上定型 这里黑棋还有些搜刮 可以先交换掉 实战黑棋往这儿贴住 这样的话 这个局势就已经非常接近 接下来主要就看 右边非常空旷的地带的定型 好 齐友们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 各位齐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3月22号进行的春蓝杯比赛 由黑方丁浩对战白方只也虎玩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在上方双方形成激烈的战斗 那现在这个局势还是差不多一个局面 关键就看右边空旷地带的定型 接下来白棋还是要在右边补棋 不然的话黑棋有这个碰的破空手段 白棋补棋的话 AI的建议是白棋往这儿飞一个 这样右边的这个味道更好一点 实战白棋跳一个的话 之后黑棋还是有手段 我们从实战就能看出来 接下来黑棋先往一路搬 在这里黑棋还有些搜刮 白棋挡住 黑棋再往脚上靠住 要求白棋原地补活 这里AI的建议是白棋虎一个 然后黑棋沾上 白棋再往这儿打持 实战白棋直接打持 黑棋一路打白棋沾 黑棋提掉 然后白棋在右边一沾 这手棋也是降了不少胜率 接下来黑棋一路度过 当然左下方白棋大龙是活棋 扑完之后挡住 这里以后黑棋沾上的话 白棋打持 然后两眼做活 实战黑棋往右边二路漏一个 这一手棋价值非常大 白棋冲 黑棋扳住 然后白棋小尖 黑棋先往前一爬 这里白棋必须要补齐 扳住的话走得很撑 但是很明显这里有个断点 黑棋可以先在下方一路搬沾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然后再往外面一点 不仅是可以撑出中间的空 而且白棋右边这个断点始终存在 补齐的话也非常难受 黑棋小尖 白棋还是要补 这里效率就非常低 在上方围空的话也不太好围 扳住旁边还有断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非常难受 实战白棋单退一个 虽然说味道好一点 但是以后黑棋右边还有搜刮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挡住 这个时候已经是黑棋优势的局面 然后白棋往中间走一手 想要破坏黑棋中间的空 同时把右边这里的木树撑出来 但是这个缺口还没有补上 这里的空很难为 黑棋可以往这点一个 白棋如果说在上方扳瞻 那黑棋在右边还有后续手段 往三路一点 左边要求联络 白棋要是往前压 黑棋往二路爬 这里通搜刮 黑棋也非常便宜 实战黑棋往前冲一个 然后白棋提掉上方这颗子 黑棋在下方一路搬瞻先手 白棋原地补活 黑棋再往上方搬瞻 这个价值也非常大 之后白棋断吃这颗子 把这里的木树拿住 然后黑棋往右边先手一爬 接下来黑棋的选择非常多 可以往这点一个 因为上方随时可以连回 白棋要是补一手的话 那黑棋再往这一点 马上往上一冲 就要连回去 白棋左边这颗子就被分断 白棋补一手的话 黑棋贴住 可以把这里的木树全部撑住 这样下黑棋也非常不错 黑棋也可以往这儿虎一个 白棋补一手 那以后黑棋在下方也有一些木树 实战黑棋往左边一飞 然后白棋一路搬瞻先手 黑棋沾上 下一手棋 白棋选择单瞻 这一手棋又降了一些胜率 AI的建议是白棋先在右边一段 黑棋左下方有些先手权力 白棋原地做活 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反打完抽 再往上虎一个 虽然说都是不断 但是这种下要比实战好一些 实战白棋沾 然后黑棋选择碰一个 这里黑棋也可以先把左下方先交换掉 然后再往右边一呼 AI始终强调这个选点 之后就形成双方互相破空的一个局面 这样黑棋也可以满意 实战黑棋碰一个 想把这里的空全部围住 白棋扳 黑棋反扳 之后白棋断完之后反打 然后打吃 虎一个 不断 黑棋把左下方这里的变化交换掉 再往上方打吃 白棋沾上 接下来黑棋可以先往上虎一个 等白棋在中间定型 往这补断的时候 黑棋再往右边打吃 也不迟 实战黑棋直接打吃 这里如果说白棋先往左边定型的话 那黑棋往中间虎一个 接下来还是可以把这里的空全部撑住 实战白棋往前一冲 黑棋补断 然后白棋往左边打吃 黑棋直接把这里的空围住 也可以往右边一冲 白棋沾上的话 黑棋在右边还有一通搜刮 可以往这点刺完之后 再往二路一夹 白棋一路搬阻度 黑棋尝完之后再往前一冲 可以把这些子连回 这里黑棋的木树也非常便宜 实战黑棋挡住 白棋往前一尝 黑棋往这儿补一手 黑棋补在这儿的话 那很明显左边就有这个挖完之后断打的问题 这里白棋始终欠了一个截针 实战白棋小尖 黑棋沾上 白棋再往左边一喉破空 黑棋往右边点刺 这里可以破坏白棋的一些木树 如果说白棋往外飞一个 那黑棋冲完之后可以从这连回 实战白棋几个 黑棋沾上 然后再往左边补棋 白棋连回这颗子 黑棋沾上 之后白棋往中间一冲 再往右边补棋 黑棋一路扳先手 白棋打持 接下来 黑棋发动左边这个截针 白棋提截 黑棋往上二路夹 白棋一路立足度 黑棋提截 白棋左边一扑 这一手棋也比较损 黑棋可以提在这儿 白棋提截 然后黑棋往上扑完之后提截 白棋左边沾提截 黑棋往上打持 再提截 之后白棋断完之后提截 黑棋沾上提截 白棋左边打持提截 黑棋上方打持牵手提截 白棋左边一冲 再提回来 最终走到黑棋往右下方 点次的时候 白棋就认输了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说继续跟着补棋的话 白棋沾 黑棋提截 白棋往左边一扑 黑棋提掉 白棋再提截 之后黑棋一路斑 先手提截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白棋已经没有合适的截彩了 那只能沾上 这四颗子被黑棋吃掉的话 那白棋的空就更加不够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